水晶耳環只有一粒 你猜它有多少高能量在那裏呢 你買的水晶是否幫不了你的手呢 不要緊 上來找我Peter Sir 我幫你的水晶重新做調頻 其實水晶的愛好者通常會臨落滿目 手串 玄石 戒指耳環 頸鏈 大家看到嗎 通常戒指耳環很小 很小粒 短大小粒 可能有閃明鑽 或者其他的水晶 或者紫晶 有很多人問 這些小粒如何做淨化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大家首先要知道 它每一粒好像戒指都很小 我們手鏈又不同 手鑽是怎樣 很多粒整排的能量和各方面有很大的對比 如果你說 裝飾不錯 漂亮的 因為很可能一般來說 我們是自己已經有手串 水晶幫到它 它會買很多的裝飾配襯 如果你說 淨化 最好的方法 你什麼都不用做 因為它的能量是比較弱 你可以說 一般用陰叉 釘一下它 又或者如果髒 用一些抹眼鏡的布 抹一抹它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做太多 因為它的能量 它才能幫到你